第117集 从今往后一万年 罗兰被两名士兵拖上了越野车 紧接着越野车准备朝109壁垒风驰电车而去 可就在这时,异变突生 人想素忽然看到两翼竟有实验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靠近了过来 数量有八九只之多 这些实验体从庆史财团的阵地侧面绕了过来 有四头直接从后方扑向了唐舟 这一瞬间,人想素便知道 唐舟他们完了 即便他们有强大的热武器 但这防线一旦被实验体突破 那庆史财团作战人员就再无幸存之力 有士兵朝实验体开枪射击 结果那些实验体迅捷得躲避着 子弹想要射中他们非常困难 忽然间 只见一个伤员忽然扑了上 硬是抱住了一头实验体的双腿 他手中握着手雷 轰隆一声 那名伤员连同实验体一起炸飞 任小素发现 就算是实验体也扛不住这手雷的围领 呼向防线的四头实验体立马简缘成了三头 这让唐舟他们得以喘息 可最让任小素动容的是 那名父子的伤员就算临死前也神情平静 没有悲壮之感 没有壮烈地说些什么 仿佛他只是要完成一个微不足道的任务而已 任小素不再看了 庆史财团已经给他留下太多的疑惑 他看向那剩下的实验体 有一头朝越野车离去的方向 闪电般地追击过去 狂奔之中 他竟然以自己的身体撞向那辆越野车 当他与越野车相撞地插纳 任小素甚至能够看到车身挤压变形的过程 下一刻 越野车失去平衡时的翻了过去 而实验体却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实验体从地上爬起来晃了晃脑袋 然后跳上车体 开始撕扯车身外的铁铁 像是要直接拆掉车子似的 不过任小素已经顾不上看这一幕 因为这时包围过来的实验体还有似的 已经朝着任小素他们扑了过来 任小素大吼 臭敌 你去右边 话音刚落 任小素的手已经在虚空之中握住了黑刀 那把黑色的刀 仿佛从虚空之中拔出来的一样 请客姐 黑刀与左侧扑来的实验体相遇 实验体的身体犹如豆腐般 被黑刀拦腰斩断 仓皇之中的王富贵看到这一幕 忽然愣住了 原来任小素真的是超凡准 不管是任小素的速度还是任小素的力量 早已超越了凡人的范畴 其实任小素在面对实验体的时候 并没有多么慌张 因为他早就和这东西战斗过了 现在四头实验体在侧 与当时一模一样 但这一次 还有陈无敌帮他分担压力 任小素甚至都不用让影子参加战斗 他唯独担心的 是战斗过程中可能会误伤到严六元他们 毕竟严六元他们面对实验体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请客见 任小素手起刀落 将一头实验体已经拦腰斩断 他对王富贵等人喊道 你们先往前跑 不管是王富贵还是江吴和他的学生 甚至是严六元 都被实验体恐怖的模样给吓到了 这实验体看起来明明是一个人 与人类相同的鼻子 嘴巴 手臂 身躯 可不管从行为还是凶狠的状态来说 对方都已经与野兽一般乌尔 任小素见他们没反应便大呼道 跑啊 这时 还是严六元最先反应过来 糟了 不要留在这里 成为我哥的雷坠 王富贵一边跟着严六元跑去 脑海中还在回想严六元的话 似乎在严六元看来 他们根本帮不上任小素什么忙 哪怕王富贵 他们手里有枪 任小素见他们开始玩命的逃亡 才稍微松了口气 但危机并没有真的结束 要知道 身后还有许多实验体 暂时被唐州等庆史财团的士兵拦紧 但他们的防线 已经被实验体从后方突破了 能够撑多久 就真的不好说了 眼见唐州等人防线开始松散后 追踪难民后面的那一批实验体 已经冲入了他们的阵型 任小素眉头紧锁 就算唐州他们能再挡一阵子 可小一些他们能跑多快呢 恐怕大家跑不了多久 就会被这实验体给追上 任小素看向剩下那头实验体 似乎同伴刚刚被干净利落的斩杀 让他有些迟疑了 所以他迟迟没有重新扑上来攻击 反倒才慢慢后退 而任小素也没打算跟他纠缠 他看向陈无敌那边 结果这一看 竟是让他愣住了 只见陈无敌面对的两个实验体 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 而陈无敌自己则一条腿踩在实验体身上 一只手很随意地将金箍棒扛在肩上 一副自我感觉非常牛逼的样子 这让任小素很意外 因为之前没挡住子弹的关系 让任小素潜意识里觉得 陈无敌可能并没有那么厉害 可现在再看 对方的武力值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要高多了 可惜的是 他刚才没空关注陈无敌的战斗 所以也没法进行一个细致的评估 只听陈无敌说道 从今往后一万年 你们都会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 别磨叽了 哦 陈无敌的表情瞬间搭拉下来 忽然间 任小素听到有人大喊着什么 那声音是从翻倒的越野车里传出来的 这时 任小素发现原本撕扯车身铁皮的实验体 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越野车却在不停地晃动 看样子 实验体已经钻进了越野车里 救 还是不救 那车里坐着庆室财团的罗兰 而庆室财团本身就是要置他于死地的 这时候 任小素不对罗兰动手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会救他呢 不对 可以救 不过在救之前 任小素先把他刚刚砍死的实验体 扔到了很远的地方 毕竟那拦腰斩断的痕迹太过明显 如果被罗兰看见 他很有可能立马就意识到 任小素才是镜山里那个人 横竖罗兰也不知道外面曾经有过几头实验体 任小素会告诉他 只有两头 还都是被陈无敌弄死的 等做完这一切 任小素才冲上去 他透过车体的裂缝 看到车内已经满是鲜血 一个肥硕的身影 在车内和实验体扭打在一起 但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肥硕的身影是罗兰 而车内其他两人 恐怕为了保护罗兰 已经先一步被实验体杀死 车内的血液 就是来自于他们 就在此时 陈无敌竟是冲了过来 两只手抓住车体的裂缝处 闷哼一声 便将车子被硬生生地撕砍了 动手 任小素对陈无敌说道 只见陈无敌得到命令后 抄起金箍棒 就从背后一棍子 抡碎了实验体的头颅 淡黄色的血液 喷溅了罗兰一脸